加油 家長強行抱起孩子 要小朋友乖乖接受PCR採檢 在醫護人員幫忙下 終於完成篩檢 哭鬧聲響徹雲霄 惹人心疼 本土兒童確診數竄升 新北市隨即加開八家醫院的 兒童綠色通道 要加速解決快篩陽性 且有症狀的兒童的救醫需求 進入兒童綠色通道 還是得排隊後診 並非急到急看 只是透過分流 讓醫療資源不被擠壓 以新北亞東醫院為例 特別增設兒童簡易急門診 只要滿三歲 快篩陽性 而且有症狀的小朋友 可以在週一到週日的 早中晚三個時段去掛號 就可以進行PCR檢測 並提供簡單開藥的服務 甚至照顧者篩出陽性有症狀 也可以同時看診 至於原先舊有的兒童急診 量能就留給快篩陽性 未滿三歲的幼童 或是有緊急醫療需求的孩子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切了三歲 是因為說三歲以上 也許病發症可能沒有那麼的多 也許可能比較好照顧 或者比較好容易觀察 而且可能不太需要抽血做檢查 因為醫病門診大概只能拿藥 跟做PCR就結束了 那可能有些小朋友 他可能會需要照X光 抽血或可能進一步 可能有人需要打點滴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簡單 把這個歲數切三歲 這個只是一些人為的切法 那如果說人真的是還是很多 那我們可能會繼續再往下切 減低那個急診的負擔 不過並不是每家醫院 提供綠色通道 都以三歲作為兒童年齡 基準點 有些醫院的兒童定義是六歲 造成家長在孩子不舒服情況下 更加無所適從 各醫院的標準真的都不太一樣 真的有的一歲 有的兩歲 有的六歲 所以可能他還沒有滿六歲 他就不能走兒童優先的通道 這個是一個 這個每個醫院規定的不同 然後會造成家長 很大很大的這個驚慌跟錯亂 說衛生局應該要明確的 把這些分層年齡層 全部把它這個標示清楚 然後讓家長可以在第一時間 就知道他要去哪一間醫院 單看新北市兒童綠色通道 玻璃台北醫院僅提供 一歲以下或症狀嚴重的孩童 新北聯醫還只有PCR採檢服務 淡水馬接則也六至十八歲 作為兒童定義標準 永和更新醫院只看十歲以上 快篩陽性的孩子 其他包括雙和 清電更新還有輔大醫院 都沒有明確說明年齡限制 有些甚至還得先預約 家長如果沒有先確認 就診條件恐怕會白跑一趟 因為市長說你快篩陽 就可以去急診 確實你可以去急診 但是你不能走兒童優先通道 你必須要PCR確診了之後 你才可以去走兒童優先通道 所以其實這個綠色通道 市長在講的時候 並沒有把詳細的規定講清楚 其實兒童的優先通道 它還是塞在急診這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建議 新北市衛生局 應該在PCR採檢站 也設立一個兒童的優先通道 讓孩童可以同時做PCR採檢 然後看診拿藥 讓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優先通道 去分擔急診的這個醫療的 這個爆炸的這樣子一個情形 在這段期間 就是要請家長要建議 就是如果說 他是到急診去看診的時候 那我們看診的順序 是以減傷分類的極速 來做看診 就是說越緊急的人 我們會越優先處理 而不是說以你掛號的順序 我想說這個可能是需要 家長體諒的 律校通道資訊落差 造成家長負擔 各大醫療系統不斷調整配合 要對抗共同的敵人病毒 只能呼籲全民共體時間 才不會自亂陣交 繼續羅蕭福建成 參謀報導